大家好 我是Abby 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會員 現在在水務廚 做設計及建設科的土木工程師 負責規劃食水和海水供應系統 當年是屬於家人影響成為土木工程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擔心過 打開家水龍頭會不會食水 或者沖刺時會不會咸水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份安心是怎麼來的 其實香港人口不斷增加 食水和沖刺水的供應都需要相應的配合 自從60至80年代初的製水之後 香港人已經連續30年沒有再經歷過製水之苦 這是全奶各方面的努力 包括中國內地向香港輸出東江水和水務廚工程師 有做好前期的供水規劃 不斷建立及擴展供水系統 令市民有穩定的食水和鹹水 同時我們會確保新發展項目有足夠用水 同時也不會影響現有的用家 簡單來說我們會用現有的地區人口 加上未來的發展數據 去估計未來各區的用水量 再由供水源頭的系統 去計算現有的食水和海水設施 是否足夠的 例如濾水艙可否處理到這麼多元水 分防潑水庫和中間的接駁喉管的容量和水壓 可否應付當區耗水供期的需求 或是特白事件 例如火災時需要大量的用水去救火 如果計算完之後 發現機械設施不足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規劃改善工程 初步設計之後 交給水務處其他組別 做詳細的設計和建造 通常我們會在現有供水系統上 作出調配安排或簡單的改動 去滿足短期的需求 同時我們會規劃改善工程 去應付長遠的目標 近年住宅和社福設施的需求非常高 所以私人發展商和工人機構 都非常積極向城規會提交規劃申請 改變土地律用途 例如改建造、住宅、老人院、醫院等 用水量很大的項目 通常這些發展都屬於短期發展 快則三至四年就需要入火用水 但我們一般的工程項目 由規劃設計到建造 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當中又會涉及一些技術 財務的可行性 和相關法例等的要求 如何配合入火期 如期供水給這些短期發展 就成為了現在工作最大的挑戰 尤其在一些新的發展區 對涉及土地限制 或者附近缺乏一些合適的高地 去建造水庫的時候 我們就要探討使用一些智能水務措施 去解決這個工水要求 例如我們會用一些變速水泵 它們有不同的抽水模式 可以控制工水水壓 又或者我們會加強利用 流雨的速水池去做短暫的儲水用途 可能你會問 工程界始終被人有一個印象 就是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 那女性適不適合成為工程師呢 其實女性比較善於溝通 亦都比較細心 很適合在工程項目上做出磋商 或者都比較容易留意 別人會忽略的細節 所以在事業上 反而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接受挑戰 又希望運用你的工程知識 去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的話 相信工程師你的職業 可以給你很大的成功感 KOLYN GAME